Lenning 你悄然无踪 尽管沿途 任繁华簇涌 在绚烂绽放后 还能带走什么 就像不曾拥有 远走后拼拼凑凑 学会发信念头 你好漂亮 交给时间天空 带着曾已经度过的痕迹 生活遗憾的源头 是你的泪 你特地穿这么漂亮 是跟朋友有约 我是在等你 等我 所以你让雨泉 特别把我载过来 我有话想跟你说 神神秘秘的 到底是什么惊喜 等我一下 你们这招很厉害 你把手机交给雨泉了 她现在躲在哪里靠靠我们 你先听听看 从认识她到现在 她就像是红豆面包一样 外面扎实饱满 内线却是柔软绵密 还带有一点甜甜的滋味 还有另一个 巧克力豆面包 在甜丝中 餐有一丝苦味 甜苦中和 品尝起来 让人久久难忘 深入心里 这个我记得 这是那时候你说要帮助你 更快如洗露的 一开始 我根本不认识你 要勉强自己爱上你 真的很不容易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慢慢认识你 了解你 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你应该有我八成功力 如果你现在说你爱我 我可能真的会相信 好久没有当秋千了 你小时候最喜欢玩当秋千 喜欢在当到最高的时候 突然跳下来 让大人接着你 不过从我父母离婚之后 我就再也不到 因为没有人会接着你 这也是雨泉告诉你的吧 我接不住你 不过 不管你当得多高 你都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一定会落着你 就算要跟你一起坠落 我也绝对不会放手 你 你 关恒文 我爱你 我的爱 不是要给你带来压力的 所以你不需要回应我什么 就算转头就忘也没关系 我只是自私的 想要把对你的感情说出来 你曾经问过我喜欢什么颜色 说要送礼物给我 但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想厚脸皮的 跟你讨一个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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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这个礼物我很喜欢 我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 这个礼物很喜欢